我讀書讀到一半 我學校不見了 學校被病校 不見了 大家想一想 這是不是一個很重大的社區問題 可是我們的教科書 不會談這樣的問題 因為對一些編者來說 他覺得這是少數人的問題 少數的問題 就不能夠列在教科書裡面嗎 因為教科書是要給大多數的人用的 他有市場的考量 所以我們要談的問題就是 大多數人的這個社區的問題 那我就曾經問過 就是讓學生去討論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有學生就說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偏鄉的老師他又自己要轉化 他自己轉化 他自己要融入這樣的議題來討論 那為什麼我們編一個教材 都市的老師不需要轉化 可是偏鄉的老師他要去轉化 那我有很多學生在偏鄉教書 我就發現他們一個人要當好幾個人用 因為學校都是小校 所以老師的一個人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常常他就是拿著那個教材 進到教書就開始教 他也沒有時間備課 那所以他就在他的課堂上 他去教學生認識別人的社區 而不是自己的社區 那我們在談多元文化的時候 我們就說文化回應教學 少數讀群的經驗 為什麼在教會書裡面看不到 這都是我們要去反思的 再來 回應回應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教會書裡面 也常會有一些比較中產階級的意思 譬如說我們的博語課 曾經有一課課文是 爸爸的朋友是外國教授 你看這樣的家庭到底有多少 還有我們的九尼貫的課程政策是 希望學生快樂學習快樂成長 不要有壓力 可是勞工階級的學生的座右鳴是什麼 吃的普中普方圍人上人 那這個就是會我們在 我們的一些政策 跟學生的文化資本 是不是有密切的結合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可以再去思考的 另外就是我們的課程也有很多的 譬如說西方中心 譬如遠東 遠東是誰來看我們 亞洲很遠 從歐洲人的觀點來看 我們是很遠 以他們很遠 所以被稱為遠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地圖可不可以改 這個地圖跟大家平常看到地圖 應該不一樣的 有哪裡不一樣 南半球在上面 北半球在下面 那這個就是澳洲人他看世界的方式 地球是遠的 我從某一個角度切定把它攀平 是不是誰都可以為中心 是不是誰都可以是主角 所以我們多元文化教育也希望學生呢 能夠從 把自己習以為常的事情 可以重新再去看待 世界不見得永遠都是以歐洲為中心 以西方為中心 他也可以有不同的看待的方式 然後這個再關掉 另外一個就是主流霸權 這個很多人說他課程有問題 考試總是最公平的吧 我舉一個例子 升高中第一次基本學歷色驗 這個題目 下列選項和整 全部是外來語意義的詞 大家猜猜看答案是什麼 這些老師都很厲害 所以可以打扮很多人現在做的 Pizza Sofa Chocolate 這個都是外來語意義的詞 那我那時候我就說 我們洪三花蓮助使命 我們原住民學生考完之後 就跟我們說 老師這個對我們來說都是外來語的啦